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可能大家都有聽過不少惡意霸座位的新聞, 大陸就有一個大媽竟然躺在地鐵座位玩手機,然後有個男同學就用一招令大媽成功起身, 這一種叫暖藍式趕人起身的方法,到底怎樣暖藍式呢?我們一齊看看吧。 根據大陸新聞報道,大陸光西有個大媽就被人拍到躺在地鐵座位上玩手機,一個人霸了整排座位。 他這個行為引起很多乘客不滿,但大家都是感怒不敢言。 這個時候,有一個有正義感的男同學就決定挺身而出, 他就脫了自己的外套,一下子披在大媽身上,再跟她說, 大媽,你這樣睡覺,動不動呀?現在和你蓋屁, 這個大媽知道發生什麼事之後,就立刻尷尷尬起身。 這個男同學就用這種方法去成功制止這個大媽的行為, 他提到自己不喜歡跟別人發生爭執, 他認為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友好地解決件事。 這個男同學都厲害,這樣的方法都被他想得出, 換了是我都未必想得到跟他一樣的方法, 可能最多是出聲叫他起一起身, 不過通常這些人,你一出聲叫他起身, 他就和你死過的了,你永遠不會救這些大媽來的。 經常都說搭地鐵或公共交通工具要文明、要守法, 結果這些人是不懂文明、不懂守法的。 之前看到的報道就說到要禁止在地鐵或公共交通工具裏面, 電話大大聲播東西, 其實我覺得非常之好, 因為很多人是好煩的, 不明白為何是喜歡去到密封的地方, 才播大部手機,在那聽話呀, 看影片呀,甚至講電話的。 有一些人,我講講澳門呀,我自己見過呀, 入到電梯,他就好喜歡用到一些你聽不明白的方言, 就不斷在地吉利姑嚕講話, 那有時候兩個人都一起吉利姑嚕講話, 再不可以喇,他們可能開著微信, 大大聲放到最大聲,去放那些語音, 然後你搭電梯的同時,他不斷在你耳邊慵慵聲, 這些人其實都是非常之無功德心的 跟這個這樣躺在地鐵霸佔了整排座位的人是無分別的 那好像今集這個案件那樣 大陸的網友就叫他做暖男版的地鐵判官 那最後我也是那一句 我是佩服他的 是夠膽披件衣服 下去個大媽身上 不是個個想得到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咯 我們下集再見咯 拜拜